大家好啊 我们应该给三位中国女明星点赞 一个是袁丽 一个是金星 一个是柯兰啊 这三位都是反战的啊 袁丽呢 这个演过那个 铁齿铜牙纪小兰里边的 是一个小丫鬟呀 还是一个什么人 是吧 那会儿跟张铁林呀 跟这个张国立呀 跟王刚啊 他们一块哈 后来袁丽好像嫁了一老外吧 加拿大的白人吧 反正后来演戏可能演的不多了 但是他公开的举着一个 蓝白相间的乌克兰国旗啊 来反战的立场 来反对普京的这个野蛮的侵略啊 还有柯兰是个女明星啊 柯兰说实话 我还真不太熟 是吧 金星我知道 他是一个变性人 本来是个男性 好像是东北的吧 他好像是朝鲜族啊 他也反战 但是现在好像他们仨在中国的微博呀 等等这些平台上都被封了啊 有的是号给封了 彻底给封了 有的是不让说话了 禁言了 反正看起来中国是支持俄罗斯啊 支持发动战争的啊 当然我们都是反对的啊 我们是反对的 你看有人说了啊 你看这么说的 大家觉得可笑吗 这种言论 是吧 说这个原力 蒋新 啊 是蒋新吗 还有柯南 不是金星吗 蒋新有吗 蒋新不是新疆的吗 不是拍那个什么的那个吗 拍那个那个那个 甄嬛传里边那个 叫什么华飞吗 就是那个年庚瑶的妹妹吗 不是蒋新吧 是金星啊 是吧 说不顾形象 说他还不顾形象 公然在微博发表 希望和平的过激言论 被全网唾弃 啊 然后有人说了 什么时候呼吁和平也成罪过了 在恶人面前 善良也是一种罪过啊 应该不是蒋新 是金星啊 蒋新他们那种人 可能不太会说话啊 金星上有可能 金星倒是心直口快啊 给这几位点赞啊 这非常好啊 但是绝大部分的演艺界的人 都装聋作哑 他们也许心里边是同情的 不敢说话啊 说了话就封杀你 你不说话还让你补税呢 什么范冰冰啊 什么还有什么代孕风波 那女的叫郑爽吧 是吧 演艺圈得收拾他们 他们呢又有钱 同时他们政治上的靠山没有那么硬 他们本身又不是当官了 对不对 啊 啊 不是在这种人 感谢观看